美博士 他伴随母亲的遗体 在屋内长达了98天 邻居发觉有怪味之后 报警赫然发现 这名男子的母亲 早就已经化成为一堆白骨 那么现在的男子声称说 他的母亲是自然死亡 但是我们看到 这家里面堆了乱七八糟 一大堆东西 所以警方认定了 这名男子应该是 精神状况不稳定 将会报警检察官 相验遗体之后 厘清真正死因 57岁的灵性男子 伴随母师98天 这段期间 母亲的遗体 都安置在这张床上 原本打算两天后 百日再为母亲抱怨 但是邻居早就察觉 异状闻到怪味 报警处理 才看到吓人的这一幕 这是我母亲的床 那我母亲说天气太热 她要求躺在地板上 她就躺在这 她躺在这 管控男子家中四周 全都堆满了杂物 几乎没有空间可以行走 附近邻居得知她 伴随母亲的遗体 98天不禁毛骨悚然 她往生了 我连移动都没有移动 完全没有移动 我就帮她盖 头部盖上她的衣服 然后过三天 我发现长虫了 我就再找个棉被 把她身体整个盖起来 男子说因为宗教信仰 必须等百日 才为母亲下葬 但邻居认为 她精神状况不稳 才会出现怪异行为 如今母亲遗体化为白骨 死因难以厘清 男子当年是台大电机系高材生 公费保送美国取得博士学历 没想到感情问题 让她一度进医院治疗 多年前父亲病逝 她回台定居 学士涵养极高的她 这段时间都跟母亲遗体 同床共诊 男子的行为是否涉及刑责 警方还要进一步调查 中文信用黄梦珍 陈磊如台中报道